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SLC已经成功收购了 而且比之前的收购价 少了百分之三十 可是之前他们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之前方卫国他不是出高价 想跟咱们竞价收购吗 但我觉得价钱太难吃定了 后来突然间发生了 咱们设计独歇落 发布会取消了 SLC呢 然后就跟咱们回约了 我觉得当时是一个好事 就就坡下纸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么高的价钱 方卫国他也不会收购了 所以你早就料到 蜜亚会来找你了 对 对 虽然你赞美的话听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要说你一句 我说你真是太厉害了 再真诚一点啊 真诚呀 这么真诚还不真诚吗 再赞美一辆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行吗 你不觉得巴黎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吗 所有人们对浪漫的想象都在这里 你喜欢巴黎吗 喜欢也不喜欢 什么时候喜欢呢 就像海明薇说的那样 就像海明薇说的那样 假如年轻的时候 你有限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 那么你此后的一生 无论你去到哪里 他都与你同在 因为这是一场流动的上演 让上初不喜欢 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怎么了 嗯 每次我看到那些 美丽的建筑的时候 就想告诉你 看到少女 在地铁里 印情书的时候 我也想告诉你 我身边 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想随时随地地告诉你 你 你会不会觉得我太不成熟了 你会不会觉得我太不成熟了 其实我跟你一样 莫菲 怎么了 算了 等你明天下课了之后 我去接你 咱们两个 那 约会吧 咱们现在不在约会吗 现在不一样 明天很有意义 盖硬币了吗 叫硬币干嘛呀 我想许个愿 你先喝了 我突然想要喝 这些人 你再喝先喝 你的酒吧 你不要喝 我吧 你喝了 你喝了 我喝了 我喝了 你喝了 你喝了 我喝了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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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了 许什么呀 我学的愿啊 我希望这个雨快点停了 要不然今天好得浪啊 等一下 我的球 我不知道 他在转了 我们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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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许了什么愿望 不能说出来 说出来就不灵验了 那你骗我说出来 怎么样说啊 幸好我说个假的 那真的也是 好 你知道我这些人啊 从小到大做什么事 都想做到最好 追求完美 但现在我越来越发现 有一件事啊 我做的还不够好 什么事啊 关于爱你这个事情 我会觉得我还可以做到更好 我曾经在书里边啊 看过一个叫做 车库法则 就是当你辛苦了一天 和他的家里 你看到车库里边 停着他的车 你会觉得很幸福 想要跟他共度一生 所以我想问你 如果你辛苦了一天 和他家里边 看到我的车停在车库里面 你会不会觉得很幸福 想要跟我共度余生呢 看来我许的这个愿望还真挺准啊 雨停了 还真给念了 所以呢 好想要每一天 可以多爱你一天 莫菲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喂 这样跪着很痛啊 再跪一会儿 只要你愿意嫁给我 我跪一天都可以 你愿意嫁给我 你愿意嫁给我 我以后是不是应该改走 叫老婆了 你知道 我刚刚许什么愿望了吗 你不是说说说说了也就不准了吗 因为它实现了 我许的愿望是 我希望你爱我 就像 我深深地爱着你一样 所以 你愿意陪着我 每天 一起入睡 一起醒来吗 想念你去宇宙 直到我们呼吸停留 心曾还跳动着我 爱情的歌曲有须多 我哭了 我哭了 I'm falling falling for you 完美情歌 我们都听着 想带你去宇宙 直到我们呼吸听了 心脏还跳动着 爱情的歌曲有许多 弹着首歌 只为你唱着 Fulling falling for you Fulling falling for you 那我不开心啊 我们俩马上就要见了 好吗 我等你回来 Fulling falling for you Fulling falling for you 完美情歌 我们的 都笑了 你的眼眸 笑说着 爱那么深 爱那么纯 爱得真 Fulling falling for you Fulling falling for you Fulling falling for you 这就领证结婚啦 这就领证结婚啦 咱们两个也是有证的人了 咱们两个也是有证的人了 嗯 我多少年在想啊 之前都是一个人住 一个人睡 那从此以后咱们两个一起住了 睡在一张床上每天抱着你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我还蛮期待的 你期待什么呀 哎呀 有没有想过咱们个晚天度假 去什么地方啊 挑一个你喜欢的 那我跟你说个事 不要生气好了 你都这么说了 我很难不生气啊 别生气 你先说说看 我刚接到了 去社组学习的电话 多久啊 半年 我不 我 我好想你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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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刚刚结婚的 我一个人叫顾顾顶顶的 在这家里面待半年 挺有挑战的啊 别生气好不好 我也不想的 可是你也着急 我有难得吗 你干吗 你干吗扣这个 这是我的 这是结婚的 那你怎么能 你是不是觉得结了婚之后 我就不想让你工作了 你想了没 你嫁进了我们唐家之后啊 你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去完成你人生当中 没有完成的梦想 你要做一个 我最优秀的老婆 这样才可以做我们唐家的媳妇 对吗 谢谢 老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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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特别开心 只有你快乐了 我才会更快乐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要孩子 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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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啊准备给莫菲 准备一个惊喜 真的啊 什么惊喜啊 好奇啊 那 算了 不说算了 这个配色好看 还有这个 这些 莫菲 你结婚了 对啊 莫菲都结婚了 那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整个顺不顺 莫菲长得这么俊 那老公肯定不会擦的了 是吧 那你有照片 给我们大伙看一看嘛 对啊 拿出来看看 他这个人不太爱照相 我找一下吧 快找一下 那我们看看 又行 请问你找谁 我过来找个小莫菲 啊 说不定不用找了 人来了 哎呀莫菲 你们家老公这么帅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啊 怎么这么帅呢 对对 那我们先走了啊 不搭了 我们先走吧 你好 好 什么嘛 人家都是熊豹 怎么到我这儿就这样 你那么重怎么熊豹啊 我哪里重啊 你熊豹 来来来熊豹一个来 来 不要 再来一个再冲一次 回来回来 来 一二三 好 你也没上来啊 我上来了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想我了 什么嘛 摇什么头啊 过来问路啊 问路你看几百公里 不会用GPS 我想就直说嘛 我问的这个路 GPS问不到啊 什么 是新路 从哪些的土雷情话呀 我想你啊 我想你啊 我想你 你干嘛呀 让我再睡一会儿啊 从头弄到头弄到头弄到头弄 我知道啊 我在场 我脸都好困啊 你干嘛 清醒了吗 你干嘛 你不要搞我啊 你现在是事业的上升期 我作为你的经纪人 当然得督促你进步了 来 喝喝 乖啊 我今天工作不是晚上吗 你那么早 喊我起来干嘛 我昨天在秀台下认识一个人 他是影视制片人 做过不吵戏呢 他觉得你不错 让我今天带你去试镜 你不能让我休息一下吗 你快喝 喝完去换衣服 我们没时间了 快点 快 快 是 吃这儿吧 您好 我们是在试镜的 你们好 请坐 这是他的资料 哪家公司的 我们没有公司 之前演过的 之前演过什么戏吗 她是模特 之前没拍过戏 你们是自己找的事的 不是不是 是这个陈总让我们来的 陈总给介绍了一个演员过来 之前也没跟咱们说过呀 陈总和我说了 你叫莫凡是吧 你叫莫凡是吧 是 好 出来看一下 站个身 我们这要是缺一个模特的角色 不过有台词 你各方面都很好 给他找一段戏 好 大家准备一下 我这次在奢族 真的学习到了很多 我打算用这些色彩元素呀 改进一下我个秀的服装 你知道吗 我特别喜欢艾莉可的一句话 叫 不求恒久远 但求依未尽 有可能我们都是搞创作的吧 所以呀 这一点上 我跟她有特别一样的体会 我呢 不追求我的作品可以 永恒 但是我希望可以找到 可以等我当下想要表达的 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突然间有一个预感 你的这首秀 会成为一个经典 真的吗 忽悠 当然是真的 有忽悠 你过来 干嘛 我们才看这个东西 你坐进去我看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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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八怪 屈老公啦 你在臭八怪 你怎么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 陆珠 你生不生气我还看不出来 我就是 没想到她是个女导演 还挺漂亮的 关键是她老摸你 她是男是女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而且我是来工作的 你这样简直就是不相信我吗 我没有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她啊 那你这个态度有点不专业啊 陆珠 其实你要是不愿意 我可以不来试这个鞋 但是你要是不相信我 我真的挺上心的 莫凡 你不要生气嘛 这次确实是情况有点突然 我真不知道是个女导演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 我想 不想让她靠你太近 你以为我生气是因为这个 不是吗 我生气是因为 你不相信我就是在怀疑你自己啊 你看 你这么可爱 又这么漂亮 还有事业心 像你这么好的女朋友 上哪找去啊 所以你要知道 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 我都不会喜欢别人的 我们家这只臭屁鲸 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啊 你都可以去开个班 教教别人怎么夸人了 我夸别人干吗 只会夸我的小仙女啊 那你能不能原谅你的小仙女啊 这次确实是我不对 对不起嘛 我以后再也不会怀疑你了 我不会怀疑我自己了 走吧 这礼物还是好美啊 好多星星啊 能不能 对啊 送你个礼物啊 什么呀 看看 哎 这个你怎么带来了 怎么还留着呀 仔细看一下 仔细看 莫菲 老板娘 我可不要当老板娘 我说要当老板娘 说你这小家伙野心还挺高的 啊 我是老板啊 你是我老婆啊 你是不是老板娘 你是老板 谁说你是老板 你有证据吗 拿出来看看我 穿一下 我要仔细看 唐明轩 莫菲老公 哎呀 我若我结婚之前 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么害不及的医院 你没发现的事多了 你可以慢慢地开发我 嗯 我是你的宝藏来过我 你刚才不是不懂什么是新路吗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这里是道航区标的地方 只有你知道走走 作为你的老婆呢 我现在 准备 亲你喽 不要 我 过来亲我啊 不 哎 起来啦 吃早饭啦 走吧 起来啦 别睡了 别吵我 哎呀 起来啦 起来啦 走了 走了 吃早饭哪 我起来啦 妈一起来啦 起来啦 妈起来啦 我起来啦 我起来啦 起来啦 走了 我起来啦 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干是不是 啊 过来啊 起来啦 过来啦 不要闹 我们还要去参观客丝公益呢 明轩 我去那边看看 我去那边看看 去吧 我下酒 带您这边过来 谢谢 没事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做客丝工艺的老艺术家 他已经做了二十六年了 哎 这个客丝的金尾线和我们您是用的丝线好像不太一样哎 您说的没错 金线也就是我们看到这种细细的长长竖着的 它是用的比较细的生产丝 那这个横着的呢 我们都是用的熟产丝 我们看到客丝那些图案有颜色的部分 它都是用的尾线也就是有颜色的熟产丝 嗯 怪不得客丝工艺要同情断维呢 哎呀 我说这一格格的特别像我们的像素 做一幅画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哎 但这个要用多久的时间啊 嗯 通常完成一幅作品需要画上好几个月 甚至是一年以上的 想目前的这幅它已经做了有一年了 哇 你看血压又高了 总这样下去不行啊 我们还是先去医院好吗 嗯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不用了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 医院就别去了 这 这 公司里还那么多事情我要处理 嗯 有什么事情能比身体重要 你看你都这样了 工作的事情先放一下 先去医院好吗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这根身体我自己知道啊 你就帮我倒杯水来 把药也给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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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吗 是有点事 就是你爸他 这两天吧血压总是下不来 让他去医院他也不想听我的 你看能不能回来一下 帮忙劝劝他 行 有时间我会回去的 就 笑语 就是怕这么拖下去吧 你怕他身体出问题 他今天难受的脸色都不对了 好 好 我现在也回去 贵果 好点了吗 来 把这个喝了 怎么那么难喝啊 这个叫青菜汁 它可以降血压的 又来了又吓了 又吓了 又吓了 你看你都晕成这样 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好不好 不用不用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笑语 你来了 你爸这几天晕得很厉害 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听 你就劝劝他吧 我说你你特别打电话叫他来 是干什么 为什么不去医院呀 让我们都操心是不是 也没什么大碍呀 休息躺一会儿就好了 走 去医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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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希望欠钱来劝你啊 我没那么矫情 他说倩倩身体还没我好 你让他带那个心干什么 那我不担心哪 去 去 走 怎么这么严重啊 还逞强不去医院 来 我背你 来 来 喂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 偷人 Trump administrative 他就消失了 严旭 我知道是你 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我不想你跟我一样 为心爱的人付出一切 最终得不到结果 我更加不想我心里明明有别人 却接受着你对我的好 心安理得地让你成为我的备胎 我喜欢你 那是我的事情 不需要你同意 我相信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也可以见证一切 而且我不建议成为你的备胎 因为备胎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 我可以给你时间 我坚信 总有一天 我会等到你说我愿意的 你回来了 打扫这么干净啊 随便收拾了一下 来 吃饭吧 我这些事上 让我来做就行 我点让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来 怎么啦 菜不好吃啊 不是啊 好吃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我 我找了一份工作 真的 那太好了 妈妈 要不要咱们出去庆祝一下 不用 我租了个房子 可能过几天要搬出去 租房子干什么呀 在这儿不是住得停了好的吗 花那个钱干什么 这大半年一直让你睡沙发 我挺不好意思的 一直打扰你 所以 我没事 我就晚上回来睡个觉 白天都在忙 主要 公司离这儿挺远的 我来回坐公交也挺麻烦的 所以 我决定还是搬出去吧 好 穿上这个 来 这儿的感觉还真不错啊 你好 隔壁林区大叔告诉我呀 这山里的野枝子结果 我们就可以去摘 来 野枝子呢 就是枝子花的果子 它可以做点料 嗯 又知道的还多了怎么 你好 你知道它是什么颜色吗 什么颜色 那你知道吗 黄色当时挖出来的沙衣是什么颜色吗 黄色呀 对 就是黄色 你知道吗 这枝子果呀 还是古代时候上工给皇家服饰的燃料呢 把它碾碎之后呢 再 浸在水中就可以摧取出射速 然后就可以染布了 这么厉害啊 你说我们俩在这个地方啊 倒是有点隐居的感觉 是多人来了要走 我要做你最好的回合 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 你 在篮子上帮个 帮个这个东西干吗 这是什么 这个在奢族呀 有非常好的寓意 传说只要把它送给心爱的人 你就可以白头洗脸 所以把我自己做的这条呢 帮你了 我送给你 我希望我给你白头洗了 恶爱你 我以为我 我说你最有 pepper 还要 我心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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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药给你装好了 上一排是一天的 早上的中午的和晚上的 这个是第二天的 还是吃 你跟你张阿姨一遍又一遍地说 你们累不累啊 还不是怕你忘了 行 那我走了 好 晓月 还有事吗 你们爷俩聊聊 坐 坐 就两件事 你 从你 兼任凯曼的副总之后呢 我看见你的进步 把公司高层呢 也都对你认可 所以 我觉得现在是时机成熟了 我决定 我想让你代表我去参加明远的股东会议 这么重要的事 还是你自己去吧 爸 爸老了这个精力跟体力都打不如前 但是 卡曼年轻你还年轻啊 我怕我 我的有些想法 赶不上你们年轻人的速度 再来就是 我想趁这个时候 退居二线 跟你庄阿姨呢 好好过过 过过我们的退休生活 再来就是 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结 你 我知道你是恨我 怨我 认为我辜负了你母亲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就不要说这件事了 要说的 要说的 就是有些事她一直不说 这么白灯在心里的 越埋越深的就才能误会 小雨你知道吗 爸这么多年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生意 我从来就没有亏欠过任何一个人 更何况是你母亲 她为我生下了一对优秀的儿女 而且又把你们教育得这么好 我真的很感激她 然后 又陪我创业 这 我 我知道 当年啊 你怪我 太快就跟庄阿姨在一块儿 你觉得我 我这么做的就是背叛了你母亲的情感 小雨 爸 我理解你 你工作那么忙 那个时候确实需要一个人 去分担你内心的痛苦 和孤独 也要给你装好鸡蛋日吃 我就先走了 我就先走了 明远的股东大会 我回去 哪儿 一次 你尝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学灵 明轩 这发型的怎么都变了 不好看吗 好看啊 最近好吗 挺好的 笑语 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啊 这不是回来就来见你了吗 你今天怎么会来这儿啊 你们在我又不能在 你们的爸爸是股东 我爸又不是股东了 可坐吧 真没想到你的 对管理感兴趣吧 谈不上兴趣不兴趣吧 这不是身为方家的人吗 身不由己 这不是跟你们一样吗 你跟物聊可不一样 我们是 身不由己 使命在身 是不是啊 你看你们又开始了 听说 你和莫菲结婚了 是啊 恭喜 谢谢 你呢 找到男朋友没有了 我什么呀 你操守我的心啊 谁跟你一样啊 我 我怎么了 好 董总 好久不见 气色不错啊 你看你 为公司这么操劳 都累瘦了 得多补补啊 我这不是为了给你们多赚钱吗 对对对 快坐 放手 都在啊 大家最近气色都不错啊 咱们开会之前啊 我先说两句 今天 再一次坐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的心情是百感交集的 我还记得三年前啊 也是在这儿 在咱们的股东大会上 当时呢 只有我跟我父亲坚持 其他的所有的股东 大家一致决定 说要把咱们的宋唐裁涉掉 可能当时呢 我也是出于 完成我父亲的一个心愿 保住宋唐 所以妄下狂言 我说我会将宋唐 品牌与利益供应 但是三年后的今天 我做到了 但是收获了今天明远所有的成绩 不是我唐明轩一个人的功劳吗 与在座每一位互动的 都息息相关 我感谢大家 希望今后明远 在我们在座所有股东的 共同领导之下 创造更大的辉煌 对不起我打断一点啊 我倒以为 明远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和唐明轩 唐总的管理友方 是分不开的 鼓掌 这就是我喜欢的装修风格 这次辛苦你了 我跟你说莫菲 我以前呢觉得代购 不是人干的事 现在我知道了 这个装修啊 更不是人干的事 好了好了 回去请你吃好吃的好不好 你再往回走走一点 让我再看一下 我都已经跟你来回走四圈了 你到底要看多久啊 要看你自己回来看 我这不是在想成练应该放在哪里吗 让我再看一下 对对 往左边一点 停一下 在这儿呀要放一个衣架 这儿方便可以放那些顾客定制的衣服 再往右边一点 对 这边呢就可以坐两个示意间 你再往前走一点 停 就这边 这边可以放一个工作台 方便我随时帮顾客改衣服 你觉得怎么样 我跟你说 你说那些工作台我已经想好了 我都把它们放在二楼了 然后呢我还看见了 有一个小茶几 我就给买回来了 然后配了一个双人沙发 我想的是呢 如果有客人需要休息的话 就可以在那儿用那个区域 如果没有客人 咱俩可以坐那儿喝点东西 是不是 觉得怎么样 真棒 好期待我们这个小店 快一点开业呀 我也好期待啊 所以我们要 加油 加油 这个地方跟你开心 这个地方跟你开心 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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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做得更快啊 是啊 我还真是没想到 我会有一天重拾画笔 感觉怎么样 说不上来 但是拿起画笔的那一刻 我觉得内心好像宁静了很多 就是好久没画画了 手有点生了 当我看到你拿到画笔 坐在画板的那一刻 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世界 你 雪凌 重新实习画笔 不要辜负你在 米兰布雷拉 美术学院那些思念时光 你没事 喂 小林 那图纸你赶紧催一下 对 这两天就要 沈佳希 潘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班老师是来求您的 求我 佳夕啊 你是我的学生 我是很希望把你留下来 可 或者这样吧 你先到别的行业找份工作 等过两年时间 大家把这事淡忘了 你再回来试试 喂 爸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不是应该陪妈去买菜了吗 佳夕啊 我跟你妈在老家 听说了一些你的事情 爸 你是不是听阿猫乱讲话呀 我没事 佳夕 爸爸没有怪你的意思 爸爸妈妈呢 就是担心你在外面啊 过得不好 爸 我没事 真的 孩子 你妈妈刚刚给你网卡里 打了两千块钱 你查一查 看看到账了没有 爸 我有钱 真的 我有钱 跟爸爸就别讲这些了 如果 我 要是在外面过得不容易 就回家吧 佳夕 佳夕 你怎么不说话呀 怎么了 爸 爸 孩子 别哭 没事 快 喂 喂 喂 明轩 你看到了吗 我最后一件衣服设计完了 怎么样 最后一件衣服设计完了 就是意味着 你是不是马上又回来了 我呢 打算明天就回去 我看今天天气不错 什么明天啊 要不然今天我过去接你 今天 今天肯定来不及我 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呢 还是明天吧 我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我去不了啊 那 我就只能让杨光接你了 行吗 可以啊 你有工作你就去忙吧 你终于回来了 明轩 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休息和调整之后 做出了一个慎重的决定 即日起 我正式向你提出辞职 愿你今后一切顺利 我想 我也会有我的方向 请你来 他不知道 他去了 您干什么 宇宙 你没想到 我告诉你 我希望你妈们 帮我了 宇宙 笑语 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啊 牛奶和面包没有了 还没来得及去买 那个 我一会儿把芹菜子做好了 给你爸送去 等一下给你虾面条吃行吗 阿姨不在吗 阿姨家里头有事 请假了 那我自己来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来 那个 我做西红柿鸡蛋面很拿手的 你爸说过你很爱吃 你稍微等一下 你去客厅坐一会儿好吗 我马上就好 谢谢 这段时间对我爸的照顾 辛苦了 辛苦了 是太阳指引的方向 你在的地方 会瞬间变晴朗 是那天你留下的花 她微笑模样 她微笑模样 像天空晚霞 天啊 你说的人就是我啊 天星光 会让你留下 心啊 就这一块留给你 齐人 你说明轩这孩子 一连好几天 一点音讯都没有 不会出什么事吧 她又不是小孩子了 你担心什么呢 所以啊 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俗话说 我养儿一百岁 常忧九十九 所以你就忧 一直忧 忧也白忧啊 这儿子算白养了 心里面就一个莫菲 哪有我这当妈的位置 朱朱呢 她说不回来吃晚饭了 可她没说不回来住啊 对啊 几点了 打个电话吧 这家还挺好吃的 冷不冷 冷啊 说冷不冷 好可爱 你等我一下啊 喂 姑妈 你在哪儿呢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我刚跟朋友吃饭呢 这会儿吃完了 准备回去了 什么朋友啊 我认识吗 就是那个 那个模特公司的朋友 行 那你早点回来 一个女孩子 也在外面我们会担心的 知道了 放心吧 我就回去了啊 你跟谁打电话呢 谁啊 朱朱 你赶紧跟我回来 姑妈 我知道了 姑妈 姑妈 我很大多大 我得赶紧回去了 我送你啊 怎么了 我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 好像是那个莫菲的弟弟 莫菲的弟弟 怎么回事啊 咱们这些两个孩子 总跟他们家的人搅在一起 是啊 这这也许说明 他们家的孩子优点很多 什么优点啊 这大半夜的带着朱朱吃饭 还不送回来 这叫优点 那你想想那为什么 你交出来的孩子 都会喜欢他们家的孩子呢 不 睡吧 我刚才讲错了 孩子不是你教的 是是是 我一个人教的 都是我的错 乖 你不早了 赶紧睡吧 还有那个更可气 对 妈明轩拐得好几天见不着 这俩孩子 吓死我了 吓不吓我啊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吓死我了 不要 不要救我 在家里传这么多的吗 来 我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你知道这些天我过得有多辛苦吗 结了婚之后一个人独守公网 每一天多么的孤单寂寞冷 可是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了 就今天一开门老夫在房间里 这感觉好幸福吗 我也感觉很幸福 终于见到你了 之前跟你说呀 你是不是应该好 你给老超 谢谢啊 还想跑是不是 来 姐夫应该在忙吧 她能有什么事啊 顶多在和你姐腻歪呢 可是我觉得 就算她接电话了也没用啊 难不成你姑妈还能听她的 可是她知道怎么对付我姑妈 她气我姑妈最拿手了一套一套的 气 不是 我确实要得到你姑妈认可的 我气她干吗 对哦 我都糊涂了 怎么办呢 表哥不在 我真不知道怎么对付我姑妈 说不定她会把你生吞活泼的 不会吧 真的假的 要不我们私奔吧 私奔 我们离开了上海 就没人管得着我们了 走 你等一会儿 不是 陆珠 我们是要好好谈恋爱 还要往以后长远发展 怎么能私奔呢 好 这样 我现在就要去见你姑妈和姑父 她们都在啊 都在啊 我姑妈每天都在家 我姑父最近身体不太好 也很少出门 而且我刚刚偷偷问过姑妈了 她说我姑妈最近心情不太好 非常暴躁 动不动静嚷嚷 这么恐怖吗 怎么了 你不敢进去了 你要不敢进去我们就私奔 别再说私奔了 给你姑妈听见我就死定了 那你到底进不进去啊 进 进去 姑妈 姑父 我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莫凡 我们两个是同一年的 之前在凯曼当模特的时候 认识的 她现在已经准备进军影视圈了 其他的家庭状况什么的 您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话都让你说了 合着你今天带了个小哑巴回来啊 让她自己说 姑妈 我其实会说话我不失业吧 姑妈 我是陆珠的姑妈 你还是叫我阿姨吧 好的阿姨 姑妈你别欺负她 说句话都不行了 说句话都不行了 你们俩才好几天啊 胳膊就往外过来了 你看这孩子啊 太紧张了 莫凡是吧 你你你喝两口水 你不要紧张 你坐下 坐下 你这姑妈呀是刀子嘴斗心 她说什么你听着 谢谢叔叔 我就开门见山吧 珠珠呢从小命不好 父母去世了早 虽然她是我的侄女 但是我跟她姑父也是从小把她带大的 在我们心目中 她就是我们亲闺女 所以珠珠的一切事情 都由我们做主 我们觉得呢 两人还可以 前提是只要 这个小伙子喜欢珠珠 然后珠珠也喜欢她 我还没同意呢 孩子的事情 那孩子自己决定 你看我们那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你你爸妈不也不同意吗 再说了 明轩的事情 我们得吸取教训 姑父说得对呀 宠着你惯着你都说得对了 这么多年我白仰过吗 小白仰 姑妈你不要生气嘛 人家都说 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 我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我怎么着 也算得上世界棉被心吧 就你最近 我知道姑妈你是担心我 怕我吃苦 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分得清谁对我是真心的 虽然我总是欺负她 但她每次都让着我 而且她很有上进心 您说还有什么可挑的呢 再说了 我这个性格 您不是不知道 我从小被你们惯的 就比较任性 对吧 您要是硬塞给我什么 富家子弟的 过不了两天 就会鸡飞狗跳的 而且我表哥平时工作那么忙 都没时间陪你们 现在好了 有我和莫凡在 我们两个没事就过来陪你们 这样不好吗 好啊 你看猪猪说得多好啊 她现在懂事了 这就是进步嘛 我觉得她的进步 跟这个莫凡是有关系的 是吧 感谢你 行吧行吧 这家姑娘大了也留不住啊 但是小伙子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欺负她 我们家饶不了你呢 对 知道吗 阿姨您放心 可以叫姑妈了 好 谢谢姑妈 好 谢谢姑娘 好 喂 笑语 小灵 最近忙什么呢 看你朋友圈没什么动态 我在健身呢 好 那这几天有空了 出来喝一个 心情不好啊 没有 这不是想你了吗 行 把地址发给我吧 这个店可以啊 你看这绿子 你好 来啦 快进来快进来 快进来 看着我们的店怎么样 这衣服好好看啊 你要喜欢我给你买啊 找给我解胖胖的 这可是咱莫菲啊 一针一线的风出来的 是不是特别活灵活现啊 我给这个衣服取了个名字 叫远山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妥 不是 怎么能说话呢 叫什么名字啊 我一点儿不关心 是你货备的够不够 别跟上次一样 我跟你们说啊 刚一上架一抢而空 我可不像跟个怨妇一样 天天去催人家加工厂 可是你也知道嘛 这种衣服呢 做工很复杂 而且做的布呢 都是草木染 这是限量版 物以稀为贵 那咱们多备几件也可以啊 不行 我让程阳帮你做 怎么样 不是 怎么程阳还没到啊 我给他打个电话 手机呢 手机 干嘛呀 拿着 我有点紧张 手机都说话了 紧张什么呀 你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让我准备一下啊 你看我今天出了一天 那个 我 我愿意 别不愿意 我愿意 我建议 这两天我一直在忙着求婚的事 我刚才在外头啊 想了很多话要跟你说 结果一进来就让头发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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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替多多他们开心 第二他们给我延满了 你说他们俩这些年啊 也不容易啊 嗯 你终于定下了 你可不知道我蛮多多 蛮的有多辛苦 好几次我差点都说了 对 看着你辛苦了啊 当然辛苦了 一天想的事可多了 不行啊 不过一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啊 就很开心 你看这样下跪 然后多多那个状态 又搞笑 又感动 有我跟你求婚的时候感动吗 没有啊 当然是你感动啊 你的最好 好 先让你的酒 帅哥一个人啊 哎呦来了 喝什么 好 好嘞 喝肉 怎么了 小伯处啊 没什么事就不能找你出来喝点了 想你了 想你了 想我了 得分 谁让你想是谁 你最近怎么样 我挺好的呀 这妹妹的病也好了 跟我爸 跟我爸也算是 恢复以前的关系了 也跟我一家住了 都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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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认识出来喝闷酒啊 这不是想跟你聊聊天吗 咱们啊聊聊天 那你不会心里还想着莫菲呢吧 我想他干嘛呀 人家现在那么幸福 是吧 提他干嘛呀 喝一个喝一个 笑语你知道吗 其实咱们俩挺像的 当初吧 现在爱的漩涡里 我觉得也许就是想生那种 爱的感觉 那你呢 从漩涡里跳出来了 跳出来了 你看我现在多好啊 是吧 其实 你别不承认啊 我觉得你对莫菲难以释怀 也许就是因为你的不甘心 你老提他干嘛 我叫你出来喝酒的 真的是 好 好巧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也在这儿吗 好久不见 请你吃个饭吧 你在那儿躲多久了 我没躲 我就是顺路顺便看一下 佳希啊 我们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就不能坦诚点吗 反正我不是路过 我就是专门去看摩飞店的 看到了 心里好受了吗 以前啊 我总觉得莫菲运气好 觉得她靠男人上位 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 我才渐渐地明白 她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她热爱服装设计 所以她一心一意地去做 她成功也是必然的嘛 如果当初我也认真去研究设计 兴许现在跟她一起搞品牌的人是我 或许 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 你是不是恨死我了 你是不是恨死我了 如果当初不是我 你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惨 恨死你了 但那也只是一段时间 后来我自己想通了 当初又不是你按着我的头去做的 是我自己给你心想 一切都怪我自己 是啊 现在说这些 都太迟了 人生的遗憾不就在于 没有回头路可走吗 以后 我们都好好的吧 没有 你有什么打算啊 我已经有半年没有找到工作了 这半年真是四处碰壁 前些日子 我还厚着脸皮去找潘苏老师 可是她还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通了 我要离开上海 换一座城市 或者去山村支教 你怎么想要 我啊 我换了一个行业 慢慢来吧 我相信 一切都会好的 对吧 谢谢 抱一下 走了 拜拜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你也许看着我 恭喜你提前下情了 我许起悲情的角色 冬角色 劝给我 我许起悲情的角色 毕竟 你也许起来 我愿意 我区培会 你已经在哪里了 你 真心 带走 另一个奇重 让我 失踪 也不再太 愿意 伤命百岁 付足于命 跟他比真的那么差吗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也是一个很仗义的朋友 从各个方面比 你都不比他差 可是感情的事情 是没办法用来比较的 我承认 我很欣赏你的才华 可就是这样仅此而已 你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很棒的朋友 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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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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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总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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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